各位師兄好,又是我Kenny 希望未訂閱我朋友,可以按一下訂閱的鈴鐺 按一下小鈴鐺,有篇提示,大家一起研究一下馬仔 研究一下3月8日的第二場賽事 泥底四班千二米 我想和大家看看兩三隻馬的步速 泥底大家都知道 那個場地臨時的讀數都比較難預料 時間只不過來看看跑法 這場是龍城萬丈,起勁企 這兩隻馬,龍城萬丈,起勁企 除我來就跑來地輸了,後來就回到Q 這場是起勁企,贏到理想回報,威風進馬 但是後面那些馬就不太行 這裡就叫做 再出的夢幻仙子,好像試過可以 我都忘記了,第十之後 都不行 某隻叫夢幻戰士,又不是夢幻仙子 其實後面那些馬都不太厲害 但是可以看看,怪獸都算厲害 因為前一場他放一個飛快捕捉回來 都中了這隻 但是起勁企跑第四 但是那天的起勁企,我不滿意他發揮 但是今天撿了個差檔 這隻起勁企,贏馬那天 就慢了這隻龍城晚將 一線半左右 第一段,他是守住的 自己出來先拉下去 第二段 他拉下去的那段 他再慢三線 接著一段,被龍城晚將 足足快了成 八線 有莫雷拉 上場我就當他沒有跑過 一會兒可以看一段影片 或者 我再想和大家看福喜多多 和龍城晚將起勁企這場 又如何呢 兩場很難給一個捕捉 拿多一場去印證 剛才這場龍城晚將 這場就是快一點 比起勁企勝那一場 但這場又慢了兩線 這場又慢了半線 沒段他也是慢的 足足是慢了 六線 這麼多 慢了六線 總時間你更加和福喜多多 沒有得比 福喜多多今天 又撿過九檔 當日他撿過一檔 撿過福喜多多九檔 莫雷拉變了何摘耀 我想和大家看 龍城晚將 和喜勁企這場如何跑 起勁企那天 上一場大家都可以看 莫雷拉定住來跑 這場他放在前面 又不斷看著莫雷拉 打鐵襯營 大家看看他如何發揮 很不決斷 出來 定住 不斷看著莫雷拉 打鐵襯營 要是否令到頭頂在那裡 要是否令到頭頂在那裡 又一直在外面 太陽戰馬一直在外面被人頂 尾四就除我來 尾三粉紅帽 要是多兩步過完他 尾三粉紅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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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隻馬撿過一檔 對他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是好還是壞 大家都看到他的賽職 挺特別的 今季不知為何他是這樣的 上季不是這樣的 他平時 撿過外檔 內檔 他都OK的 但今季呢 撿過五檔就跑第四 撿過一檔就跑第七 這次撿過兩次外檔也能進來 但今天又撿過內檔 即是好像 算他上次的部速 他不斷追到上來 但今天撿過三檔 可不可以放前一點呢 他撿過內檔 一場就放到 這場我記得是被人撞 可以抹去的 跟那隻精算八方一齊 不用理他 即是跑第十一 這場 我覺得他應該是撿過內檔 都可以放前一點 我今天都拼這隻外來做膽 我想跟大家說一下神操 一號的精英寶貝 這場馬有很多雙病馬 三月十二號 不良於痕 然後停了二十五日功夫 再做回事 但市集潘明輝市集就好 還快 二號的福氣多多 何宅堯市集很積極 三號的好運 重快又試過兩次集 十一月九號 就流了避血 流了避血 四號的甘地飛客 一月十一號又不良於痕 市出風又碰過 但市出風沒有馬騎 試過兩課集 五號的公正陽明 保持功夫 六號是轉倉 轉倉轉配備 梁家俊試過兩課集 手下手下 七號的龍城晚將保持功夫 八號美麗天使保持功夫 九號上部先鋒 終於就脫下所有配備 然後再回到泥底千二 用回贏馬 因為用回跑得好的配備 就跑回千二的路程 十號起勁 上次我當他沒有跑 不過今天撿的十一檔 不懂得選 保持功夫 十二號的天賜寶保持功夫 十三號的勁飛寶寶 十月二十號就流了鼻血 從法師過兩課集 上次騎的 古惑調動一號原裝 二號原裝 三號莫女拉 又轉了潘頓 四號蘇迪熊 轉了蝕欣 五號 蝕欣 轉了蔡明紹 六號轉倉初出 不用搞了 七號是田泰安 轉了利敬國 八號的美麗天使 史卓鋒 武馬騎 換了毛顯東 九號是田泰安 田泰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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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了國能 十號起勁飛 史卓鋒轉了莫女拉 十一號的天賜寶 蔡明紹 轉了黃俊 十二號的陽明倫 原裝 這場馬的轉倉馬 又很多 正英寶貝 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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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地飛客 公正揚明 太空戰士 和勁飛寶寶 都屬於轉倉馬 這場馬大家都可以看看 很有鬥志 個個都是第一選擇 個個都是 有後備保護權 黃牌馬 我覺得龍城晚將 除了那場 我記得那場 一出閘 和精算八方 這兩場 抹了他 其實他的賽職 真的不太優秀 這場 是金季 但是想求他一直 可不可以呢 要過多少隻對手 如果抹了這場 墮後 有一場 他快步速回來 就斷了 就是這一場 那場快步速 跟大家說過 他和精算八方 一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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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天賜寶 精算八方 龍城晚將 上步先鋒 這四隻 都在前面 那場是你想回報的 可以頂得到 當然啦 因為他再出都可以 超能力 不用說 衛石格格都贏了兩場 這場 天賜寶 今天又撿過外檔 其實他都算厲害 頂得到 那我就覺得 今天就拿這隻龍城晚將 就用來做一個 為GQ膽 就比較適合 甚至乎 玩四連環 會比較好 因為今天有這麼多雙病馬 如果你覺得那場是精英寶貝 我試襲 我看見他跟那隻 莫浪球試回來 真的試襲 都是好的 但始終都叫做 不良於行過 不知道會是怎樣 至於有些好運 金地飛客也是受過傷 再加上一隻 轉艙的不明物體 太空戰士 之前都有速度 今天又換配備 又試了幾貨集 搜一下搜一下 還有 勁飛寶寶 不懂 這隻馬就真的不知道 那就上回來了 我覺得拿這隻龍城晚將 如果他要過的對手 起碼要過到福起多多先 公正陽明這些 吸手 還有上部先鋒 勁 起勁忌 甚至乎天賜寶 精英寶貝 都有些機會 但如果求他一席 都可以用來想想 因為他上次外檔 我看看他出閘是否有問題 我記得賽後報告 出閘是有些問題的 這隻 外檔出閘 受吹刷時未能加速 設入取得遮擋 今天要求他一席 希望他能達到一個穩定的水準 求到他一席 今天應該都會有些賠率 這隻馬 我就拿這隻7號龍城晚將 做膽個人選擇 我第一隻拖的拖 福起多多 這隻馬上場菊草 我都說去菊草都會接近 回到剛剛沒有一個場地 回到泥地最首本的路程 不過呢 每次都在裡面攝位 今次撿過狗檔 如果我沒有記錯 每次都在裡面攝位 是的 撿過六檔那天他都會贏 今天有些快馬 對他來說都是好跑的 預計精英寶貝 或者太空戰士都會快 加上那隻美麗天使 1600-1400那些都快 起勁氣 又不知道他上次怎麼跑 之前贏馬是定住的 上次史卓鋒出來 又不買去 天使寶預計會快 不過呢 放頭那幾隻馬 都是息息相關的 都是有些危險 我都是外七號做膽 希望求他一隻鬥志先鮮 我是這隻七號做膽 拖二號的福起多多 第一隻腳 第二隻拖回起勁棋 雖然是十一檔 就 他如果是定住他下來跑 那就應該 不要放在前面和別人鬥隊 很難去 以他上次贏的姿態 是覺得是OK的 上次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跑 拉叔騎了打鐵趁熱 看看今天拉叔騎了下去又如何 七拖二號十號 另外我愛一隻 在千二米曾經有過賽職 但是不厲害的馬 但是呢 就拉上去兩場 千六 換配備之後 就不行了 今天呢 就換配備 只是戴上眼罩 其實如果他只是戴上眼罩 跑泥地 跑過四次 有兩次入獎金名次 都是兩個馬位 然後就失望了兩場 就真情了 今次換配備 縮回來 看看他縮回來 有沒有表現 這些都是有賠率的馬 這場我覺得 都要在賠率打主意 有太多不明因素 好像精英寶寶一跑得出水準 而他季初贏的時間 其實是挺出色的 今天只不過是 不良於行 十當 還有他師弟的天賜寶 如果沒有在這裏 隨時他都可能會放得到 都是這樣去龍城猛將做膽 拖二號福起多多 十號起勁企 還有這隻 九號 換配備的上部先鋒 就是我個人心水 希望各位贏多些